伦敦素富比拍拍会上知名涂鸦艺术家班克希的气球女 还拍出八十六万英镑高价 落锤瞬间却吓坏所有人 加上佣金供一百零四万英镑的艺术品 一转眼就被叫成一堆碎纸条 我们在那里 然后有套户 然后突然之后 大家都在笑 秘书外号者看见这一幕 恐怕心也跟着被绞碎 不过班克希本人其实早就密谋已久 隔天忍不住在Instagram上公开真相 从不露面的班克希常透过作品反奉社会现象 2013年还到纽约偷偷定居一个月 把作品交给中央公园摊贩贱卖 但没人知道是大事争积而乏人问津 借此讽刺一般民众只会看标价买艺术 这回因为不满艺术商品化又在拍卖会上引发轰动 班克希自毁化作一般人或许难以理解 但这神来一笔恐怕让气球女孩身价再翻倍 震惊苏夫比拍卖会场的这一幕 也印证了毕卡索名言 破坏欲也是一种创作欲 三分星五都入口报道